大家好,又是我為食小樂 上次我推出了一條叫做低糖早餐吃什麼的影片 那條影片的反應非常好 很多觀眾都敲碗,叫我快點推出低糖午餐吃什麼 於是我就衍生了今集,決定教大家去煮這個低糖午餐 很多打工仔,好像我那樣,其實都會帶飯回公司 如果在低糖餐食期間,你要上班,最好當然是帶飯 因為外出吃,有時候真的沒有一口好吃 應該這樣說,選擇比較少,而且你可能未必吃得那麼飽 而且很貴 所以我都會建議帶飯 但是Lunch Box可以帶什麼,每次都是熟雞胸熟菜 我就不會這樣規待自己 低糖飲食,我除了飽之餘,我都要吃得好吃 而且樣子都不像減肥餐的減肥餐 即逢上次我低糖飲食,到現在已經三個多月了 這三個多月真的吃得很開心 已經大吃大喝了,看我Facebook IG都知道了 所以大家看到我現在有點脹 又是時候吃低糖餐的Balance 看大家這麼想知道,我的低糖午餐是煮什麼呢? 接下來星期一至星期五,我會連續五天去教大家做五個 簡易的低糖Lunch Box 等你在低糖皮間又上班帶飯的話 都可以有些參考的 事不宜遲,我要想想明天星期一吃什麼好 不如吃韓式泡菜豬肉片炒糊絲吧 一如這樣吧,現在去買菜 沒錯,星期五,我就決定煮韓式泡菜豬肉片炒糊絲 它的靈感就是來自韓式炒粉絲 它的材料非常簡單,超級市場都買到了 哪一款泡菜我就沒什麼完美的 如果你有的話,你選自己吃開的就行了 首先加點胡椒粉、鹽、生粉、橄欖油 去醃一醃豬肉片,醃它20分鐘 這些糊絲因為很大層膠味,所以一定要沖洗乾淨 沖多幾次不要緊,然後用剪刀剪開它 剪開了的糊絲真的好像米粉、米線一樣 你看看,是不是很像呢 然後就把洋蔥和甘筍切絲 蒜頭切片 把兩隻雞蛋發勻 煎成蛋皮之後,就把它切成蛋絲,備用 最後把蔥切成蔥段 這樣就備好,準備來炒韓式炒糊絲了 第一步,首先把豬肉片兩面都煎熟它 豬肉煎熟一點不要緊 煎到九成熟左右,就可以把蒜頭、洋蔥一起下去,爆香它 接著就加一些甘筍絲、泡菜和糊絲一起下去,再炒一下它們 泡菜的份量真的因人而異 我就加了三大炒 如果你想吃辣一點或者沒那麼辣,自己調節吧 接著再加大約一茶匙的鹽和少許黑胡椒去調味 再炒一下它 再加一些蛋絲、蔥段這樣 兜亂它,關火就可以入盒了 還有低糖餐最好每一餐都有菜 大飯都不例外 星期二我準備了這個海鮮黎麥椰菜花炒藝飯 是我其中一個最喜歡的低糖lunch box 海鮮方面,我有三文魚和蝦仁 平時我炒椰菜花炒飯 可能用半個椰菜花就不用禮物 因為平時是即食的 但如果我們要翌日大飯 只炒椰菜花就會出水 所以我就會加半碗禮物 椰菜花都用三分一個就夠了 另外加上其他配料 那這個海鮮黎麥椰菜花炒飯就很棒了 很多觀眾都問我黎麥怎麼煮 其實很簡單,跟煮飯一樣 首先好像洗米一樣洗一些黎麥 然後倒一些水裡面去煮 黎麥和水的比例是1比1.5 大火煮滾起之後就調到最小火 然後蓋上蓋子,大概焗15分鐘 這樣它就煮熟了,你看 哇,這些外套都爆開了 我通常會煮一大盤 然後進膠盒,放進冰箱 想吃的時候就會筆出來吃 禮物雖然是Superfood 但是始終吃得多都會銀胃 每次吃半碗以內就好了 不要當飯吃 說回炒飯今天 首先就把三文魚切一粒 然後加些薑粒、鹽、黑胡椒、胡椒粉、橄欖油 等等去醃製它大概20分鐘 接著就用這個攪拌神器 將椰菜花攪拌成椰菜花飯 沒有這個攪拌神器不要緊 你可以用攪拌機、刀削 什麼方法都可以 最緊要就是把它變成粒狀 現在是不是好像米呢 這個狀態 待會炒飯的時候就很像 然後用刀削完熟米粒 抽葵就切粒 蒜頭剁成蒜粒 然後把兩隻蛋煎成蛋皮 三文魚和蝦仁都煎熟了它 跟蛋皮一樣 備用 準備好材料我們一起炒藝飯 首先我們爆香蒜粒 然後加上粟米粒、椰菜花飯和抽葵粒 一起下去 不斷炒一下它 炒到差不多就倒一些泥物 又是炒一下它 接著我們就加適量的鹽和黑胡椒去調味 鹽的份量大概一茶匙就夠了 拌勻它 大概炒多一兩分鐘 你看到它已經開始沒有煙有鑊氣了 接著我們就加蛋皮和海鮮粒粒下去 蛋皮就用鍋鏟擦爛它 整碎它 然後還有三文魚粒 其他人一起去拌亂它 就可以關火準備上碟了 不是上碟 是入口 因為是我明天帶飯的lunch box 來的 來到星期三的低糖餐就是這個雙層雞扒堡 這個漢堡是酒包直接用兩塊雞扒去做包面和包底的 中間還夾著豐富的材料 當然我這個低卡低糖版 連醬汁也要用零卡的煎倒醬 首先用氣炸鍋 將兩塊雞扒用200度炸10分鐘 砖頭還要反面再炸 將洋蔥切絲 番茄切片 我們來煎個洋蔥蛋餅 將洋蔥爆香 倒入蛋漿 小心慢慢把它成形 將它煎成一個洋蔥煎蛋餅 說時遲那時快 各位雞扒又要翻臉 再去炸10分鐘 這麼快兩塊雞扒就炸熟了 如果家裡沒有氣炸鍋 你可以用煎的方法都可以 準備好材料 我們就一起去砌漢堡 好了 首先當然是洗乾淨自己的手 下面鋪一張石子 然後還有雞扒 生菜 洋蔥爪蛋 還有番茄 去堆疊地砌上去就可以了 最後就淋上這個 滑龍點睛的零卡千島醬 再蓋上另一塊雞扒上去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我最喜歡用石子 包著它 然後帶回公司 慢慢吃 是不是有一種在某大型漢堡包店 買回來的選者呢 不過這個漢堡 就最好即日 即是早上上班之前做 如果你隔夜做 翌日叮蝦二區 就不會那麼好吃 大概半個小時都搞得怎樣 你看到我除了Burger 也會有菜帶回公司 來到星期四 我要偷下冷靜 一個懶人低糖版的 All Day Breakfast 大家聽我怎麼說 大家好 早晨 昨晚我回家了 太晚了 所以煮了這個 叫低糖lunchbox 那我今早做 現在起床了 很睏了 兩小時之前 我決定去煮一些 蕃薯、雞蛋和菜 然後帶回公司 在午餐的時候 就去砌一個低糖lunch 這個冷靜方法就是最簡單的 沒有時間的時候 我最喜歡用這個方法 那我現在先去準備 一邊煮著雞蛋 可以一邊去洗臉 擦牙 那些先 一邊回來就把菜 在冰箱看看還有什麼物資 可以帶走 嘩!有納豆正 先拿蘋果酒 來到lunch time的時候 我不會把菜叮燙燙燙 我會用焗杯麵的方法 倒一些滾水下去 焗三分鐘 這個方法不會像微波露街 有時太乾身 那這裡就是我用來砌低糖lunch的材料 接下來我就會動手 去砌一堆 第一時間就拌了我最愛的納豆 納豆好味得來 其實非常有益 不過如果你不適合吃的話 也不一定要帶的 然後就切蘋果 通常我還會幫自己加菜 這個牌子的即食雞胸 同事說不錯 就訂了很多 我有時都會跟它買來吃 真的不嫌滑 不要忘記今早煮的兩隻雞蛋和番薯 剝了一殼 然後將它們一開二 砌好它 登登 這個就是我回到公司才即食的 懶人版低糖all day breakfast 是不是都很豐富呢 你見到這樣砌呢 都超豐富 我一定豐富過平時 自己煮的低糖餐 這個就是快靚仔一餐 對了 介紹給大家 終於來到星期五了 今天的低糖飯盒 就是燈芬親子炒粒粒 為什麼親子呢 就是因為我會用到雞扒和雞蛋 對呀聽起來是有點殘忍的 親子當也是這樣 不過這個配搭真的超棒 我還會加上不同的蔬菜 切成粒粒狀 一起炒 口感超豐富的 我們一起看看怎麼做 先將其中一塊雞排放入氣炸鍋面 200度 氣炸10分鐘 磚頭還要翻翻它 不過今次我們記得將雞皮向下 待會告訴你為什麼 炸雞排的同時 我們可以將其他材料都切成粒粒的 將薯仔 秋葵 金筍 番茄 蒜頭 洋蔥 全部切成粒粒狀 說明炒粒粒 都蠻考你刀工的 十分鐘之後 將雞排翻轉它 再用熱白度 再氣炸它十分鐘 今次雞皮向面 它待會出來就會很香脆 對了 其實我們有兩塊雞排 其中一塊炸了 另一塊把它切成粒 待會用來一起炒粒粒 雞蛋兩隻 我們都用一隻用來炒粒粒 將其中一隻煎成蛋皮 而另一隻就會把它煎成我最愛的荷包蛋 再加上鋪面 連那塊炸雞排 這樣就很棒了 我們可以一起炒粒粒 首先將雞粒煎至五成熟 然後將蒜粒和洋蔥粒 加進去一起爆香 爆到差不多 就可以加上薯仔粒和甘筍粒 然後加半碗水 用小火炆十分鐘 真的很小火就可以了 然後就等它慢慢 可以將薯仔粒炆熟 熟了 然後就可以加上秋葵和番茄 不斷翻炒 加上鹽和黑胡椒調味 加上蛋皮 弄碎 拌勻就可以上碟了 炒粒粒做底 真的很豐富 你見到它色彩豐富之外 口感也很豐富 那邊香的氣炸雞排就完成了 那塊皮你見到都知道香脆 放上河包蛋下去 這個繽紛親子炒粒粒就完成了 這些減肥山是不是見到都很想吃呢 終於來到星期五的低糖lunch box 今天就是這個親子炒粒粒 這個是我最喜歡吃的低糖餐 吃著現在做回總結 其實一連五日我示範給大家看 這個叫低糖lunch box 就是想告訴大家 其實低糖飲食期間大飯也不太難 折花一點點的心思 你也可以做到又豐富 又不像減肥餐的減肥餐 就算減肥 我也不想每天吃八十雞胸 吃雜菜 我覺得這幾天我開始吃低糖餐 我的肚腩真的好像縮小了 下部路也比較輕盈 吃多了 那簡中你吃健康一點 這樣才長吃長有 我五晚大概用半小時 就可以準備好這個lunch box 所以大家都不妨參考我今次的影片 自己動手來做這個低糖lunch box 如果你喜歡我今次的影片 麻煩你給個like我 和幫我下面留言 告訴我 你覺得星期一至星期五 哪個lunch box是最吸引 還有將我這條影片 分享給更多人看 我知道很多人想試做低糖餐 但是虎毛頭髒 我這些懶人簡易版的教學影片 應該都適合他們看 總之記住 減肥都一定要吃得開心 你吃得開心就會堅持 堅持就會成功 希望大家都瘦身成功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拜拜